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的是 電視盒的必備配件 你們現在看到的這個裝扮啊 是因為我上禮拜的時候 已經把這支影片剪好拍好弄好 上傳之後呢 結果出現黃標 阿佩呢為了測試 所以我就把我的臉直接hold住 看一下我是不是黃標的原因啊 所以如果你們直接看到這支影片 我是帶著頭照的 那就表示黃標的原因真的是因為我 在影片開始之前阿佩要先講 這支影片有抽獎 由夢想科技最新推出的iSIM KTV 這支影片將會抽出一台來送給大家 並且在這支影片的最後 也會跟你們介紹這一台iSIM 來 讓我們進入正題 首先 在群組阿佩就看到很多朋友 因為最近天氣變熱就說 他們家裡的這個電視盒出現熱當的狀況 但因為阿佩可能是都放在冷氣房裡面 所以從來沒有出現過電視盒熱當的狀況 那我這次呢就特別去測試一下 電視盒的這個專用的風扇 散熱風扇 這個散熱風扇呢它是有四個底座固定的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一個大的 大的這一種電腦風扇而已 旁邊呢它會拉一個USB線上來 所以你這USB線你可以直接接在電視的供電 或是接在那一些任何有USB的插座上面可以使用 那阿佩呢有多了一個這個 它是直接接USB的開關 我直接關掉打開都可以使用 不過可惜的是阿佩沒有找到可以調風力的這一種版本 就只有一個單開關的版本 我自己使用起來啦 它是有風的 但你說有沒有辦法讓它降到那麼大的溫度呢 嗯...無虛虛嘛好啦 那那種有半導體自冷晶片的散熱器阿佩 就沒有特別去測試啦 不過我覺得啦 如果是有那種自冷晶片的話 它的散熱效果應該是會更好啦 那這個就分享給你們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的話 你們可以自己去購買來試試看 不知道會不會有團購啦 反正這個就送出去給你們 阿佩也用不到 一樣底下留言你們要風扇就說阿佩我要風扇 電視盒的配件你們一定要有 叮叮嘿嘿手把 這個是丹拉令和推出的 那阿佩呢之前有介紹過好幾款 最後面留在我手上的就剩這一款丹拉令和 我自己是覺得它握起來的手感是非常的好 而且蠻舒適的啦 所以可以推薦你們入手來玩玩看 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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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由ICLiCK推出的萬用遙控器 會買這個是因為那時候在群組裡面 大家在聊的時候說 他有用玩遙控器還蠻方便 整個其他的遙控器進來 我就覺得說對 我好像也可以 因為阿佩自己房間裡面總共有 冷氣五台電視盒一台電視 HDMI的分配器 八個遙控器 如果我每個遙控器都放的話 會很麻煩 所以阿佩就買了這一個 它是萬用遙控器 那可以設定所有的遙控器進去裡面 但阿佩還在詳細測試當中 所以之後可能會獨立再做一集 好拉出來分享給你們 簡單來跟你們講一下 就是它的這個面板 它是LED的 所以它有這個自定義的功能 這一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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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還是要留給一下這個 贊助抽獎的乾爹阿對不對 哈哈哈 阿佩手上應該測試了一個多月兩個月了喔 它是一台無線的KTV 它不需要接電 它本身裡面就有電池 我就可以拿來唱歌使用了 大家都會覺得說無線的 那我帶出去它的續電量怎麼樣 我測試到目前為止 直接持續的播放喔 播放那個KTV的歌阿 聲音的音量 不好意思喔 這個真的是非常的大聲 我音量調到15的狀況 15的狀況 這種音量喔 15的狀況連續播5個小時以上 都還是滿格的電 我覺得超扯的你知道嗎 他們官方是號稱大音量的情況底下 可以續航5個小時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滿保守的 講完了它的續航之後 我還是要給你們回歸到 它的這硬體設備的部分 我們看到面板的地方 它支援USB跟TF卡的輸入 還有呢它支援樂器的輸入跟輸出 過來它可以支援一支實體的Mine插孔進去 這些都是我覺得夢想iSIM幫它的加分選項 不過我覺得它最好的一個地方是 你們看到這邊夢想iSIM是我測試到目前為止 直接線上轉換原唱跟半唱效果最好的一台 再來講到它的其他配件的部分 在遇過的時候啊 它給了一個很可愛的這個背帶 可以直接把那個音響放到裡面 我們就這樣背出去 現在十星期五晚三 可以直接這樣背得差有沒有 哈哈哈哈 我的天哪 它有一支遙控器 我覺得這支遙控器它算是一個加分的選項 可是它沒有太多突出的功能 比如說可能我想要聽到一些掌聲 或是一些效果音的話 這個上面它就比較沒有 再來呢它有附贈的一個背帶 過來有一條3.5mm的音源線 再來呢電源的部分 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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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購的朋友聽說啦 是除了原本一支麥克風之外 它還會再附送一支麥克風 總共有兩支麥克風可以來使用 喂 我現在 現在 要來 測試給你們看啊 好阿肥現在就用電視盒 直接連線到這個iSIM上面 然後是透過藍牙連接的方式 跟你們講它的藍牙連線非常的穩定 阿肥現在是用夢想的愛唱啊 如果要用其他的其實也都是可以連接 每一台電視盒它都有藍牙都可以連接的 吾原來是與非 怎料是與人為 心中的花不為 時光它去不回 但願喜去浮華 山去一生成灰 再與你一不情就 畫一世純粹 來聽完了非媽最喜歡的歌之一 我們現在邀請非媽 沒有了 我哪有那麼大的面子可以叫非媽來唱 你這麼喜歡喔 來阿肥直接播 好我直接按喔 在按 在按 都逃不過離別 數不完的陰晴還圓缺 本身風雪 追不散花落世界的眼淚 換不回 苦言總要難飛 你們剛好有發現嗎 它的半唱是有兩種模式 一個是你沒有在出聲音的時候 它會出現半唱的聲音 另外一個是完全消除人聲的這一種模式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地方真的是做得非常好 基本上夢想i7它在這個聲音的方面 真的是非常的嘹亮 而且整個氛圍感非常的好 那阿肥使用到現在 其實它是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我覺得也不算很小 來 跟你們說就是阿肥在切換 比如說模式選擇的時候 或在開機的時候 它沒有辦法受到主音量 跟麥克風音量的影響 不管怎樣 它在切換的時候 音頻輸入 都會滿大聲的 你在切換的時候 藍牙模式 都是很大聲 它這個地方就是沒有辦法改進 我覺得這一點應該是 可能他們有沒有 可以透過USB任體更新一下 把這個聲音可以調整成比較小聲 不然的話真的是這個聲音上來 我有時候會突然嚇到 好了 在看完了剛才的介紹之後 讓阿肥陸續來評分一下 散熱風扇 我自己推薦入手的分數 大概是大概75分左右 就是有需求的朋友 你們可以買來測試看看 對你們自己有沒有幫助 因為阿肥是一直沒有辦法 把電視盒測到熱當 所以對我來說 這一台的幫助就沒有非常大 再來就是遊戲手柄的部分 那遊戲手柄呢 我自己會是推薦92分可以入手 遊戲手柄的選擇其實各個廠牌都可以 只要它支援安卓系統 或是電視盒可以使用 都是可以的 我覺得安卓電視盒必備的 就是要一個遊戲手柄 再來是這個 萬用遙控器 這個阿肥給它的分數是在88分 原因是因為它的價錢其實有點貴 它要1600左右 還是1800左右 含運費 所以它本身入手的價格 就沒有那麼便宜 所以我自己會推薦 如果你家裡是很多 這種設備 像阿肥啊 家裡有五六台電視盒 電視啊 還有空調啊 冷氣啊這些 要用的話 一台萬用的這個 要控器把它整個起來 我覺得我自己是蠻推薦的 最後 我自己推薦入手的價格 會是在88分 原因是因為我覺得啦 整個價錢也不會很貴 比那種動輒上萬塊的產品來說 它沒有那麼來的貴 但是呢它的品質質感效果 都是有的 好 請你跟我這樣說 欸不對 來抽獎了 要抽出這個 夢想的Icing一台 來送給你們 YouTube的影片底下留言 跟阿肥分享 你們覺得 入手電視盒之後 必備入手的配件是什麼 還有 如果想要剛才那個 三刀光三的話 記得 打上剛才的關鍵字啊 夢想的這個Icing呢 總召會幫大家團購 所以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朋友 也可以加入 阿肥的團購社群裡面去看一下 如果你對於剛才介紹的所有東西 有任何問題可以 都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來詢問問阿肥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按讚訂閱分享 打開小鈴鐺 追蹤我的LiveHV 每週一二三四五 晚上六點 我是阿肥 我愛你們 生日和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